你翻過來就知道它很美啊 你知道每一塊虎 虎掌都很美啊 我是王任堯 老師傅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做簡易的乳虎掌 因為我們在SOGO發現了一盒 熟的虎掌居然有這樣子的商品 其實這是豬腳的一部分對不對 關節的部分 老師傅我們還準備了土豆 泡水一個晚上 再蒸80分鐘 好 下油 下油 蔥薑八角下去爆香 爆香爆香 看看寶師傅每次爆香 都像茶壺一樣插著手 看喔 茶壺寶師傅 直接爆香喔 噢這個啃起來應該很過癮吧 都是筋跟皮 它沒有什麼肉 我最喜歡吃豬腳的皮子 像高針鹹一樣的皮子 小煎啊 小煎喔 把它稍微爆煎一下 因為它都是皮喔 所以一定會咬咬 這是正常的喔 這個也是教大家 滷豬腳的基本調味 老師傅已經起火囉 老師傅喔 早上是說 也可以不用炒啦 直接就滷了 可是炒得比較香 剛才加米酒 現在加醬油 這是成年醬油喔 成年醬油喔 所以比較咬 然後這是醬油膏 印油膏 印油膏 放下去 這兩個都帶點乾味 所以 你看糖 你怎麼加太多 好 按照你們的醬油的鹹鹹度 來決定調味 好 醬一定要出鍋炒香喔 去買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講說 解凍 解凍 然後汆燙下就可以吃了 就是那個 阿民蘇星的白豬腳 類似像這樣子 還是我們十勝公前面的豬腳 好 老師傅繼續調整味道 嗯 解凍就 不到 嗯 它現在就 趴上去了 嗯 顏色就漂亮了喔 最後是蒸好的花生 花生 還沒有很軟喔 然後加水 香水一半 我等一下試試味道 就知道我糖樣比較好 好 胡椒粉一點點 剩下去 有香味 白胡椒粉喔 胡椒有膠質啊 膠質碰到醬 現在已經香噴噴了 屁梨雕喔 漂亮 一點點就好 好 糖一點點喔 鹽巴 一點點喔 不能脫 細胯呢 它是軟還是硬 脆的 喔 脫的進去 沒有那麼軟 沒有那麼軟的 SOCO的這個真的可以直接拿來 不錯 還不錯喔 我們是在中年輕的時候發現這一盒 好 蓋上去 現在燜多久 30分 30分 我的岳母大了 那再軟一點好了 沒關係 沒有先弄30分 先弄30分鐘 30分鐘再回來喔 有沒有一種 歲月靜豪的感覺呢 歲月靜豪 教大家 簡易 乳糊炸 好 30分鐘到了 我媽媽也來了 可以看到 有碰到醬汁的那一面 好美喔 哥哥你翻過來 一個個翻過來 紅了 紅了 可是軟了嗎 我好擔心喔 我們咬起來很好吃的 那我們再燒一會兒沒關係 需要燜多久 再30分 再30分 好 不要急喔 骨豬腳不要急喔 來 我們又多燜了30分鐘 因為要給老人家吃 好 寶師傅要來給大家搓搓 搓搓了 搓搓了 其實軟了啦 可是 有沒有 很軟 哥哥很軟耶 你看有沒有 每一道胡掌都好美喔 好漂亮喔 先讓它油脂融合 乳化 乳化 這汁才不會看起來一層油 不要說太乾 太乾會太鹹 而且太乾的話就不能夾搓了 好 大家會做了嗎 大家會做 寶師傅都吃了花生 等一下 好吃耶 大家會做簡易式的乳胡掌 而且加了花生嗎 讓寶師傅來亮一個像來 好 來 好 等我 乳胡掌 大家會做了嗎 大家會做了嗎